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他们经历了新商业模型的转变 体会到了采用新技术的需求 在蒸汽 电力以及计算机出现之后 现在涌现出了一大堆即将改变工业界的新技术 也就是被大家广泛称之为的信息物理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 这些系统包括云计算和物联网 它将物理 电子和生物环境也整合在了一起 在接下来的博文中 我会列出我对于评估工业 四 零时代的初创企业 市场面临机遇 以及风险的一些想法 我会用一百多家企业作为案例来解释 基于讨论结果 为工业界的创始人提供一些建议 新概念和新技术正在进化 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正在改变工业价值 创造的新概念 从研发阶段到生产 以及组装流程 最终再将产品配送到终端客户手中 其中有一些新概念 还比较有意思 完全自动化的工厂Lights Out Factory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着实压抑于一个事实 即完全自动化的工厂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运营了 这个术语从本质上来说就是 Autonomous Factory 自动化工厂的同一词 指的是没有人类干预 可以全天候运行的工厂 协作机器人Cobots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 很多人都在讨论哪些工作在未来 会被机器人取代 机器和人类之间 并非一定要是你死我活的状态 协作机器人就可以利用好人类与机器的协作 这些机器人适应能力很高 可以在重复性的工作中帮助人类做事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Festo的Excel Hand Skoda的工厂等等 在那里协作机器人会在机电流水线 为工人提供帮助 内存内计算 In-Memory Computing 这对于物联网来说非常重要 它可以在SAP HANA这样的平台上 直接在内存中 基于单一数据副本收集 并且分析数据 边缘计算 Edge Computing 这一术语是由Cisco创造的 边缘计算可以让公司 在尽可能靠近数据源的地方处理数据 而不是在云端中进行处理 这样做的优点在于 向云端传输数据的等待时间 大大减少了 且安全性也更高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这个概念是显而易见的 和传统的生产 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相比 生产流程中的无数数据流 可以提供更可靠的预见性信息 转变为基于服务的商业模型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工业界的产品 正在以产品及服务 或解决方案及服务的形式出售 而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出售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 On-Premise本地部署模式到SaaS软件及服务模式的转变 那么产品的变化听上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这会听上去比较合理呢 工业世界中这样的做法又有何种优势呢 对于卖方来说 和SaaS一样 公司可以因顾客终身 价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的提高 以及市场门槛的降低 从中获利 此外 即便是在危机中 如果无人愿意投资 新机器或资产 他们也可以创收 对于买方来说 他们可以从更高的方便程度 以及更多的服务中受益 比如说可预测性的维修 或状态监控 产品VS服务导向型商业模型 这种变化发生在全球范围内 完全避开 这种趋势的话 西方工业公司就很难凭借质量 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了 原因在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制造公司 都在迎头赶上 这就带来了一个 一问该如何 在低成本生产的产品竞争中 脱颖而出呢 顾客回应 加快了营销的时间 也让公司可以更快 适应发生变化的需求 利用顾客至上 以及顾客个性化 来增加产品多样性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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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